政府提出疫苗气泡措施 餐饮等业界的员工接种疫苗后 可以逐步放宽营业限制 有酒楼就希望员工打针 但有工会就认为应该给员工自己选 预演集团早前向员工发通告 要求下星期一前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 完成接种的会有1000元奖金 如果经医生诊断不适合打针 就要定期做检测 但如果不知询医生意见又不打针 就领作安排 打针会安心点 同事、客人来吃饭我们都安心点 年纪大就视乎自己身体 他们都想打 问题是他们都说先看看医生 始终我们是做饮食 面对这么多客人是一个风险 无量与严谱方宛 强迫员工打疫苗 职工文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代表 到集团的观塘分店抗议 说应该给员工自行选择是否打针 医生的意见都说 和你分析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 但是最后你打不打 你自己可以决定 又不会给到一个很清楚 很确定的意见给你 集团主席说 目前120名员工里面 7成已经接种或者已经预约接种疫苗 三成会索取医生意见 我们100%员工会打针或拿医生纸 是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做这件事的 所以停工这个事件 应该不存在在公司发生了 现在变种病毒又可以出现了 那是否又还原回去更恶劣的环境 大家都没得出街呢 他又说做楼面接触顾客较多的员工 都自愿打针 有顾客也反映 如果大家都接种疫苗会较安全 母线电视机者邓杰盈报道